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 彼得迈尔斯和尚恩尼克斯合著的高校演讲 彼得迈尔斯是斯坦福大学沟通力和领导力讲座教授 他开设的课程连续八年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公开课 而尚恩尼克斯是屡获殊荣的新闻记者 小说家和剧作家 他曾在全美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的美国广播公司下属的电台 做访谈类节目主持人 该节目的听众超过一百万 二人一起致力于高校沟通的培训工作 积攒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无论你是想在商务会议上更高效地发言 还是想让你的学术展示更令人难忘 高校演讲2012都可以让你获得在几秒钟内赢得听众关注的实用技巧 你将学到如何有针对性的使用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来演讲 以让别人更好理解你的意思 这本书可以让我得到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善于沟通的人 我们无时无刻不再交流 每天都要花上大把时间和朋友聊天 发送电子邮件和信息 然而很少有人愿意在大众面前发表重要演说 对许多人来说 一想到因紧张而攥紧的双手 颤抖的膝盖和磕磕巴巴的言语 他们就想离讲台或会议越远越好 无论是当众演讲还是私下交流 沟通都是一个强大的工具 作为商业领袖 我们每天都需要传达重要信息 指导下属完成他们的工作 以及做出重要的决定 而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成为 梦寐以求的出色沟通者 你将会通过克服自身恐惧 认识到有效沟通对于朋友和同事的宝贵之处 从而更好的准备 以及发表一场精彩的演讲 在书中你会了解到 为什么在一场演讲中 观众只需要七秒钟就能决定去留 为什么在邮件里频繁使用第一人称容易让人反感 如何在演讲中不让双手发抖 首先我们来谈谈 在演讲中尝试用有趣的故事来满足听众的情感需求 假设你要做一个关于如何提高公司业绩的重要演讲 你已经排练了几个小时 觉得自己讲得很棒 更重要的是 你的演讲内容不落俗套 对公司发展应该避意良多 但是演讲结束时 观众并没有鼓掌 而是无精打采地坐在下面 毫无兴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一个演讲者常犯的错误是 我们总会预设听众会自动对我们的 演讲内容感兴趣 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相反 我们应该不断提醒听众 他们可以从聆听我们的讲话中受益 同理 如果你的演讲内容过于关注整个公司的改善 而与在座听众的个人利益无关 那它很可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让听众保持兴趣 你需要多讲一讲你的想法 比如如何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 以达到更满意的成果 传递信息的另一个技巧是 多讲故事 而不是依靠干巴巴的数字和统计数据 研究告诉我们 大脑中负责决策的部分 并不是主导理性分析的左脑 相反 决策往往发生在负责处理感受 情绪 幽默和故事的右脑 所以 如果你想影响别人的想法 那就给他们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吧 互联网的发展令这项技巧显得更为重要 因为外界信息过于繁杂 你必须得找到让你的演讲 免受这些信息干扰的有效办法 这意味着你要转移演讲的重点 不要只关注你所讲的内容 而是要改进你呈现这些内容的方式 为了确保你能抓住听众的情绪 也就是他们右脑的注意力 想一想 人们在倾听你的演讲时 会有怎样的感受 用一个有心意的原创故事 将你的想法娓娓道来 让整场演讲变得有趣生动 总之 尽你所能 去活跃你与听众的交流方式吧 在活跃的基础上 你还可以用一场调理清晰的三点演讲 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如果你听过很多场演讲 那么你也许深有体会 最糟糕的情况之一就是 演讲者在台上结结巴巴的 讲了个没完没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你要确保听众知道这场演讲 会涉及哪些内容 所以开门见山很重要 一个人只需要七秒钟就能做出决定 是否留下来听你演讲 一定要充分争取这些时间 不要浪费在早上好和谢谢大家的光临 这种客套话上 当然也不要刚开始就列出一些 管家须知之类的数据 比如枯燥的商业报告 这种俗套的开场方式 很可能会被听众视为某种信号 表示你接下来的演讲会很无聊 相反 有很多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一种方法是用第二人称 你开始演讲 此外 如果你的统计数据和数字 足够令人震惊或引人注目 那么它们也许是不错的开场 你还可以选择聊一个 有趣的八卦或故事 从而与你的听众建立联系 在成功引起听众注意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切入正题 欢迎他们的到来 以及详细讲解接下来的粗糙细节 你的演讲结构应保持清晰有序 这样才能方便听众 跟上你所要传达的信息 明白你在说什么 无论你打算讲多少内容 一定要把演讲分成三个部分 你可以在第一部分中 说明当前状况 包括展示最近的季度报告 或是公司目前的市场地位 第二部分告诉听众你的演讲方向 利用现行的方法分析探索预期的 或已然错过的目标 第三部分解释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 你可以分享几个下一步 让听众知道他们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 这部分的分享内容 可能涵盖最新的招聘策略 可能的预算削减 以及市场营销方面的变动 注意你的表达方式 它可能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 而你的听众也会这么认为 但不幸的是 就算是紧凑的结构和精彩的开场故事 也不能完全阻止你的听众打瞌睡 如果你在演讲中只有一种语调 那么听众一定会感到厌烦 试着时不时调整你的音量和语速 让气氛活跃起来 以及试着微笑 微笑会对你的声音注入积极的音符 而人们对此的反应很好 尤其是在做面对面展示时 保持微笑非常重要 然而 如果你做的是视频或者音频展示 想要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确实是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形下 声音依旧重要 但你更需要弄清楚演讲的大致方向 一定要给听众提供清晰的主题 演讲的目标 最重要的是什么时候结束 有了这些信息 你的听众会更加投入 清晰的信息与保持听众的参与度 同样有助于提高电邮沟通的效率 当你写邮件时 要注意我这个字出现的频率 在这里 作者提供了一些经验法则 没使用一次我 就使用十次你这个词 如果不这么做 收件人很可能会觉得 这封邮件里塞满了 只顾及发见人利益的自私要求 通过减少我这个词的使用 你可以更好的让别人弄清楚 你想要什么 邮件应尽量减短 并且要保证书写准确性 事实上 收件人在公司里地位越高 那么发给他的电子邮件 就应该越短 毕竟CEO已经够忙了 在讲过演讲中的信息之后 我们来谈谈肢体语言 讲话时人人都会紧张 但要确保肢体语言 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尽管大家可能不愿承认这点 尽管大家可能不愿承认这点 但我们确实经常以貌取人 在公共场合讲话时 感到紧张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明确这一点之后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简单的小提示 你可以参照这些提示 来向听众展示你很冷静 而且有控制力 如果你的双手一直在颤抖 那就别握着松散的纸张火机光笔 否则只会让你抖动更为明显 相反 你可以在说话时 捧着一本书或抓住一只钢笔 如果你双腿发抖 那你就试着在演讲中途走动走动 促进血液循环 这会让你感觉更有力量 你会出很多汗吗 那你无论如何 都不要脱掉夹克或毛衣 这只会显示出你有多紧张 流了多少汗 容易给人留下你不知所措的印象 对于额头爱出汗的人来说 只要确保你手边有一块棉质手帕 已被不时之需 你的声音会发抖吗 在感到紧张时 你的胸腔和喉动可能会收紧 这会阻碍你的气流 让你很难清楚地表达 你可以练习用横格膜来呼吸 而不是用胸腔 你完全可以在演讲过程中参照笔记 不过你要记得在陈述重要观点之后 要和听众进行眼神交流 当然了 有些人往往会把脸埋进笔记里 而完全不看听众 如果你想要克服这种行为 那么你的笔记应该只提供 包含主要观点的基本框架 如果你用的是提示卡片而不是纸张 那你一定要给卡片编号 以免弄错顺序 用黑色水笔和大号字体写清楚 这样你的笔记才更容易读 最重要的是 万一在演讲过程中 你的思路出现了混乱 或者你在表达重要观点时 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切莫惊慌 调整呼吸 喝点水 平静地看一看笔记 人们会认为 你在仔细确认所说内容的正确性 如果一味回避困难的交流 可能会使原本紧张的关系变得更糟 所以请保持积极的心态 主动进行沟通 我们刚刚探讨了 如何在演讲和电子邮件的场景中 改善沟通情况 现在来看看 在和同事的直接对话当中 我们要如何改善沟通情况 我们会遇到常见的问题 比如一场毫无意义的对话 在这样的互动中 尽管两个人一直在交谈 却并不明白 对方究竟想说什么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处境 你务必从谈话开始就讲清楚 你希望今天的对话 能够达到什么目的 在你们的讨论开始之前 你就要明确自己的意图 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谈话的主题和内容 都围绕你想完成的目标展开 在谈话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是 事归事 人归人 一马归一马 比如 你需要和一个每天上班都迟到的人谈话 不要对这个人生气 直接谈论迟到本身的问题 冷静地探讨解决方法 直接切入问题 可以让你找到这个人 所作所为背后的真正原因 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人甚至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一直以为公司的出勤 和他之前的工作一样灵活自由 如果在谈话中 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 那么试着通过聆听 提问 并保持积极 来冷静态势 在一些已经相对紧张的状况中 这种方法也适用 试着问些问题 引导对方用积极的心态 加入这场谈话 与其用高高在上的语气和别人沟通 你不如这样问 我想和你谈谈 有关日程安排的事情 可以吗 他很可能会同意 这时 你可以通过表示感谢 来增强对方的积极性 比如你可以对他说 太好了 谢谢你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 你要积极地回应他 通过多说 我明白了 和很有道理之类的话 来表示 你在投入的倾听 同理 在谈话停顿的间隙 你可以发出一些思考时的声音 比如 嗯 以及加入点头和微笑等肢体语言 这些都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 如果能够在生活中 应对这种沟通的困难情境 那么在演讲中 也是如此 你可以把演讲 看作赠予听众的一份 积极有用的礼物 每个人都有不顺心的时候 不幸的是 也许就在这些糟心的日子里 我们还得站在听众面前 做一场意义深远的演讲 为了保证你即使这天过得很惨 也依旧能够维持良好的心态 你需要确认自己的积极表现准备模式 我们都会形成一些无意识的模式 比如在睡前做一些例行琐事 而在演讲或开会之前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某些特定的行为或动作 会让我们倍感自信 胸有成竹 想要让自己回归良好的心态 你可以尝试做一些 日常能感受到自信与快乐的事情 也许你可以享用一杯最喜欢的茶 或者听一首让你感到振奋的歌 另外你还可以去寻找那些 能让你微笑的东西 与其闷头静坐 不如出去走走 以此强化自信的感受 避免焦虑地反复检查自己 是否已经准备完善 这很可能会到头来搞砸你的表现 不要一直问自己 如果他们问了我不懂的问题该怎么办 或者如果我说的一切都无法说服他们该怎么办 这样只会让你形成负面的自我意识 产生消极情绪 试着换一些有积极答案的问题 问问自己 我怎样才能利用他们的提问来建立对我的信任 或是我最强烈的想法是什么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重新编写大脑内部的信息 推动你一路前进 而不是节节后退 所以与其形成负面的自我意识 不如想想自己能给听众带来什么样的馈赠 你所做所说的一切都会传达特定的信息 这意味着你的行为会持续不断地影响他人 投入你所有的能量和热情去完成这次演讲 把它变成一次精彩绝伦的体验 这才是一份送给听众的惊喜之力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要想与他人进行真正的交流 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需求 无论是与一个人对话 还是对数百人做演讲 说话者都必须优先考虑听众的需求 交流是一份礼物 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优秀的沟通者会认真对待这份责任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不要忘了呼吸 下次当你准备站在观众面前演讲时 如果感到紧张 那就花上一分钟的时间去深呼吸 别光想着自己 多想想你打算让这些听众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 好了 这本彼得麦尔斯和尚恩尼克斯合著的高效演讲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